好 接下來看一些題目 這一題是問說 我這樣量出來的電壓 這樣量出來的電流 我用的是誰的電阻 跟你說過了 這個題目的目的 是要搞清楚你到底在算誰啊 以後就是 題目出請你算電阻 請你算電流 請你算電壓的時候 請你搞清楚到底在算誰啊 哪一個是你的東西 要算A的電阻 要用A的電流 要用A的電壓 這個兩個是誰啊 你量到誰的電壓 R1 然後安培器跟R1串連 所以也是R1的電流 所以你量到誰的電阻 就是R1的電阻 R1的電阻 那你這樣子做的是誰啊 你量到是R3跟R4串連後的電壓 對不對 然後安培器就是R3、R4串連 串連鏡頭都怎樣 一樣 所以你量到是R3、R4串連的電流 你量到是R3、R4串連的電壓 所以你算出來是R3跟R4串連的電阻 不是R3的電阻 也不是R4的電阻 是R3、R4串連之後的總電阻 總電阻 那你這樣量到是誰啊 你量到是R5、R6病連後的電壓 對不對 而且病連的電壓怎麼樣 都一樣嘛 所以也就是R5的電壓 也是R6的電壓 也是R5跟R6病連後的電壓 可是A是誰的A啊 是總電流流過來分給R5跟R6 是R5、R6病連後的總電流 所以移動的是病連後的總電阻 病連後的總電阻 如果你要是R5的電阻 你要去量R5的電流 這個不是 你要用的是R6的電阻 你要放的是R6電流 這個也不是 你的是病連後的總電流 用的是病連後總電流 用的是病連後總電壓 用的是病連後總電壓 所以算的是病連後的總電阻 他如果這樣呢 是你的R7去串R8、R9病連 對不對 他的電壓 這電壓是R7還有R8、R9病連 然後算是總電壓 但是A也是總電流 所以你做出來的事情是 R8、R9病連後再去跟R7串連的這個總電阻 不是R7也不是R8也不是R9 也不是R8、R9病連的結果 是病連後再去串連 講過做這個題目的目的 是要你再一次的熟悉清楚 你到底在算誰 你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算什麼、帶什麼 OK 你要算A就要找A 算B就要找B 帶A的電壓、帶A的電流去算A的電阻 他的電阻就是要你了解這個事而已 OK 很簡單 那其實就是簡單小問題直接帶公式就好了 他說我電池1.5伏側 接燈泡是0.5安培電池的 這裡一點變化都沒有 有變化怎麼辦 三個燈泡串連 三個燈泡病連 那你去算 然後電流呢可以再搞一下軌 有串連電流、有病連電流 那你算A還算全部 那你去處理 那這就是最簡單的 直接帶公式就好了 電子R給I分之V 電流叫0.5 電池叫1.5 這就3歐5 簡單小問題直接帶公式就解決了 OK 這裡又比剛才稍稍的複雜一點點 就是電子有兩個 它是串連的 那我告訴你那個燈泡叫做2Ω 請問你通過這個燈泡 燈泡就是4等於電子 然後它是多少電流 想法還是一樣 就是那個電子 就有那個電壓跟那個電流 它那個電壓多少 它那個電流要多少 才會有那個電流 有一樣的公式 請問你 這樣是多少勒 就要用到一下電磁串 你的電壓要怎麼處理 很簡單小問題 13 你告訴我 1.5 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1.5 做法還是一樣R等於I分之V 你要算的是那個燈泡的電阻的電壓 它就是外面的電池的總電壓 它是串連要相加 所以就3伏特 然後公式叫做R等於I分之V R叫做2 V叫做3 然後不知道I 然後就一向算一算 答案就1.5 這就是最簡單的問題 以後的問題其實就跟它差不多 只是圖形上可能有串連 有病流一大堆 然後好幾個電阻 然後問A問V 反正都是一樣 搞清楚 這個東西的電壓 這個東西的電阻 就算這個東西的電流 就做這樣子 弄盡在算什麼 把往裡面帶 要用到什麼想法 要用到R等於I分之V 要用到病聯跟串連公式 我們還有一個電阻的病聯跟串連公式 還沒有交 馬上就交完了 那你就知道 這個公司來幫你處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時 以及前面兩個簡單的小小的立體 OK